知名的台湾影星张富美 除了演艺精湛 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 张富美日前在阿涵布朗市 推出了主题画展 展出了多幅的狗狗 抽象风景 以及环保的主题画作 张富美说自己养过不少宠物狗 对它们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再加上从小喜欢画画 所以对于狗为主题的创作 特别热衷 她表示希望通过 对狗眼睛的生动描绘 让整幅画活起来 我的狗狗是 感觉是像活的 但是我是结合卡通式跟那个 可是她眼睛是有感情的 张富美介绍说 她近年来先后前往西班牙巴塞隆纳 和英国伦敦学习深造画迹 无论是在画风 还是作品影响力上 都得到了不少突破 我就这一次就尝试 以前没有尝试过的 就是有风景 但是比较抽象的 有部分的话 还是保持我原来喜欢画的狗狗 然后还有环保概念的减缩作品 这样子 大家尽量少用塑胶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海洋生物 鱼 乌龟 什么海龟 都是被那些塑料的东西伤害 有点觉得是我们人类的责任 张富美这次的画展 将从即日起至12月21日 在阿杭巴拉曼斯上的 老东方家具公司二楼举行 天下卫视采访报导 有点多